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医生警告血栓太可怕,预防只要简单三个字,再忙也花两分钟看看。 我们每年都要过各种节日,国内的春节,中秋节,元宵节,国外还有圣诞节,感恩节。 除了这些比较重要的节日外,还有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节日,也被确立为了节日或是纪念日。 比如说护士节,世界教育日,还有我最近才知道的世界血栓日,每年的10月13日是世界血栓日,这一天也是在1956年首次提出血栓形成概念的病理学之父,威尔孝的生日。 一个小小的血栓,何以能拥有专属于自己的节日呢?足见血栓之常见,极其危害之大了。 下面我问您几个问题,如果您答不上来,那今天就要认真听讲了。 1.血栓形成的三大条件 1956年,威尔孝教授首次提出了血栓形成的概念,并提出血管壁损伤,血流异常,血液成分异常是血栓形成的三大要素。 在过去的160多年中,该学说一直是各种血栓疾病的,欲归经验。 通俗来讲,这三个条件就是,血管壁毛毛糙糙,容易让一些漂流在血液中的物质在此沉寂的地方,如内皮损伤、外伤等,进而形成淤质、涡流等,有局部血流动力学的改变。 再加上血液中有容易促进凝解的物质,如果不幸同时集齐了以上三种因素,就有召唤来血栓的可能性了。 2.哪些人容易受到血栓危害? 血栓分为两种,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 1.动脉血栓 最爱三高吸烟者 大家熟知的冠心病就是动脉血栓形成导致的,对于动脉血栓主要发生于中老年人, 与高血压、高血脂、吸烟等危险因素有关。 2.静脉血栓 最爱久坐不动者 静脉血栓一个重要的发病因素就是久坐不动或者长期卧床。 下肢、深静脉血栓、肺栓色、防颤诱发脑足中等都是静脉血栓形成导致的。 其他的危险因素包括住院、接受手术治疗,特别是宽部、膝部以及肿瘤相关手术, 超过60岁,有血栓家族史、肿瘤、接受化疗、磁激素药物、口服避孕药、激素替代疗法、HRT等、肥胖、妊娠或分娩、吸烟、过量饮酒等。 但与我们最息息相关的还是久坐,办公室一族尤其要注意。 3.血栓有哪些危害 血栓形成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血栓脱落。脱落的栓子堵塞了心血管、心肌梗死。 堵塞脑血管、脑血栓、堵塞下肢血管、下肢生静脉血栓、堵塞肺血管、肺栓色。 由于冠心病等外周大血管病变的臭名已经深入人心,今天主要说说静脉血栓的危害。 1.肺栓色 首当其冲的就是肺栓色,比如栓子堵塞了连接肺部和心脏两大重要器官的肺动脉,不及时处理,分分钟致死。 不明原因的呼吸急促,胸痛深呼吸时加重,心率快,轻微易是脏失或晕觉,均提示肺栓色有可能已经找上了门。 2.下肢生静脉血栓 下肢生静脉血栓的表现主要为一侧肢体的突然肿胀、局部疼痛、行走时加剧,或者只有局部沉重的感觉,在站立时症状加重。 如果有以上表现,建议您减少活动,尽快联系医生,以免栓子脱落,回流到肺血管导致肺栓色,危及生命。 4.对防血栓,我该做什么?最简单的就是多活动,多活动,多活动。 做不超过一小时,就这么简单,尤其办公主,不要一直坐着,时不时起身打个水,上个洗手间,就会对血管健康有帮助。 另外就是正确评估自己的血栓风险,您不妨对照以上几个危险因素,看看自己有几条符合。 能改善的即时改善,能控制的尽早控制。 5.还有哪些防治办法? 对于血栓,栓色事件的风险非常高,一般预防措施并不能完全预防血栓形成,或是已经形成了的血栓的人来说,下面几种办法可以帮到大家。 1.一条丝袜 下肢弹力袜,它还有更科学的名字,叫做循序减压弹力袜,或者静脉曲张弹力袜,是借助专业压力梯度设计,在脚踝部建立最高支撑压力,并顺着腿部向上逐渐递减,在小腿肚处减到最大压力值的70%到90%,在大腿处减到最大压力值的25%到45%。 这种地检变化可使下肢静脉血回流,有效缓解或改善下肢静脉和静脉半膜所承受的压力,并通过收缩小腿肌肉对血管腔加压,促进静脉血液回流心脏,防止下肢静脉淤血,确保下肢静脉血液循环良好,促使患之肿胀、疼痛等症状消失。 根据使用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低压预防型18毫米拱柱,中压治疗型20-30毫米拱柱,高压治疗型30-40毫米拱柱等类型。 试用人群,长期站立、久坐等人群及其他血栓高危人群,如孕妇、长期服用避孕药者、肥胖人群、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对于已患下肢静脉血栓的人群,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下肢弹力袜起到预防心发血栓的作用。 2. 一张血栓滤网,肺动脉栓色的栓子75-90%来源于下肢深静脉,包括静前、静后静脉、国静脉、古静脉及盆腔静脉从内的血栓。 3. 下肢静脉滤网,只限制栓子通过,不影响静脉回流,已经在防止肺栓色方面发挥了巨大的贡献。 按照使用实现分类,可分为临时氯气、永久性氯气及可取出氯气三类。 4. 适用人群,适用于已发生肺栓色或下肢静脉系血栓,但合并抗凝禁剂,或在抗凝过程中发生出血,以及抗凝不充分患者。 存在大量游离血栓以及急性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预行溶栓或取栓患者。 部分需长期卧床,新功能临界水平合并下肢血栓以及慢行肺动脉高压半高凝状态的患者,也可选择预防性氯气植入。 3. 颈动脉氯气,除了在下腔静脉植入氯气,放置下腔静脉系的血栓作乱, 最近,研究者们还发明了一种植入在颈动脉内,以预防心房颈动脉斑块脱落导致的脑栓色事件的颈动脉氯气,原理类似于上文中的下腔静脉氯气。 不过,该产品只是进行了小规模的临床试验,何时能够上市,尚需拭目以待。 4. 一把小伞 左心耳风堵器,专门针对的是防颤患者的心房血栓。 防颤患者由于心房失去主动有序的收缩、梳张功能,极易形成心房血栓,尤其是在左心耳这个特殊的解剖结构内。 这部分产生的血栓占防颤相关血栓的95%,因此最终极的预防手段就是将这一血栓来源堵住,不让坏分子跑出来。 目前左心耳风堵对于防颤血栓栓色事件的预防效果已得到多个大型研究的证实,其效果在高危患者中优于口服滑发灵,植入过程也十分安全、方便。 试用人群,目前在我国,左心耳风堵术适用于CHARDSRVASC评分大于等于2,且合并以下情况之一不适合长期口服抗宁,运动员、演员、社交活动较多者等。 服用华法林,国际标准化笔值INR,打标的基础上仍发生足中或栓色事件,服用口服抗宁药容易发生出血。 HASPLED评分大于等于3的防畅患者。 5.各种血管支架 以上提到的各种力气均主要针对的是各种静脉血栓,而对于动脉血栓更需要的是血管支架。 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种血管支架纷纷出现,战斗在了抗栓一线,包括冠状动脉支架、颈动脉支架、主动脉支架、恰动脉支架、肾动脉支架等等。 所以,如果万一产了血栓高危人群,或者已经有了血栓,不要给自己过大的心理压力。 医生们会拿出十八般武艺尽力帮助你。 当然,大家也要意识到,以上措施没有一种是一劳永逸的,也没有一种能够完全消除血栓栓色的风险。 且,大部分植入式器械都需要后续长期服用相应的抗栓药物,也存在一定的出血风险。 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预防,因此,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平时一定要做好预防工作,做久了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下班后或是有空的时候做做运动。 试药三分毒,外物的作用始终没有人体自我调节的能力好用,因此,通过运动等方式预防血栓才是最佳方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